新周期一时和冰娇退出国家队陈宇飞在休假 对于自己的未来王芷一表示 新的周期自己会脚踏实地 走好每一步为自己的目标做好积累 帮助国瑜女单时隔9年重夺中国公开赛冠军后 24岁的王芷一掌获赛季第4冠 世界排名也来到第三位 回望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王芷一从迷失徘徊到重新归来经历和收获很多 如今她内心更加坚定渴望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东京周期王芷一就崭露头角 并达到了奥运积分赛排名前16的要求 但当时陈宇飞和冰娇世界排名和大赛经验更占优势 王芷一只能期待下一届奥运会 2023年当巴黎奥运积分赛来临时 王芷一在积分赛初期状态并不好 特别是接连输给有能力去赢下来的对手时 她的内心不免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也是那段期间王芷一得知了母亲生病的消息 特地请假回家看望了妈妈 回到队伍后王芷一继续征战积分赛 她却陷入了连续内战的谜局 一战一战的比赛打击越来越大 几乎击溃了她的信心 自信不是说没就没了 而是一场又一场的输球 不敢再对自己抱什么期望 更别说什么目标了 2023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大师赛 王芷一的爸爸妈妈来到现场为女儿助阵 此时王妈妈术后恢复得不错 在父母的见证下王芷一发挥出色 在第二轮2比0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 韩国名将安喜莹获胜后 王芷一用比辛这个动作来庆祝胜利 那是我第一次比辛向着观众席的爸爸和妈妈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比辛成为了王芷一庆祝胜利的招牌动作 在家人教练的鼓励下 王芷一一步步走出困境 终于在2024年1月底的印尼大师赛上 打破了自己长达21个月冠军荒 获胜的那一刻 王芷一将球拍抛向空中 赢下冠军的那一刻特别的感慨 这口气憋了很久终于拿到了 王芷一回忆到 4月的宁波亚锦赛 作为巴黎奥运积分赛的最后一战 王芷一在半决赛战胜和冰交决赛击败陈宇飞 两年后再次登上亚锦赛的女单冠军宝座 去年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这次夺冠更激动 王芷一潜然泪下 自己能够一步步走过来 挺不容易的这个冠军证明了自己 2024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决赛 王芷一21比19 21比7击败陈宇飞夺冠击锦 虽然亚锦赛夺冠王芷一 依旧无法参加巴黎奥运会 但此时经历了之前的起起伏伏 他已经释然了坦然道 虽然结果不是很圆满 但一路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 也收获了很多 选择重新出发的王芷一 在5月的马来西亚大师赛封后 赢得本赛季的第三个冠军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 王芷一在韩国公开赛 也闯入决赛但却因伤退赛 之后也退出了中国香港公开赛 专心康复 去年中国公开赛 王芷一止步16强 今年的中国公开赛 他在第二轮 和第三轮连续遭遇队友张艺曼高访街 曾经的内战让王芷一很困扰 如今他明白既然无法改变 只能接受做好自己 做好更加困难的准备 2024年印度尼西亚大师赛决赛 王芷一2比0奥远希望夺冠 打破自2022亚洲锦标赛 夺冠以来近两年冠军荒 相比之前王芷一内心更加坚定 赛前准备战术在场上 会有很多变化 内心的坚定非常重要 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 王芷一坦言 出乎意料 来之前没想到自己 能够恢复到几成状态 冠军是对之前两周康复 和训练的肯定 新周期一史和冰交退出国家队 陈玉飞在休假对于自己的未来 王芷一表示 新的周期自己会脚踏实地 走好每一步为自己的目标做好积累 一起为王芷一为国宇加油 视频最后 欢迎各位球迷订阅 收看更多球星故事